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子常常坐而思考 人在如此境遇下 不免会生出颓废恍然之情 思来想去 张时深感事实无常 谁能想到 他们家在短短一年时间 会遭遇此等变故 谁又能想到 年方十八岁的他 已体会过肝胆剧烈之痛 纵家藏千金又如何 纵衣食无忧又怎样 还不是得承受人间大悲 张时悲伤 难以排解 焉有不颓废之理 如何才能不再承受此等悲伤 如何才能叫人们躲避如此之悲 张时无解 欲求先问方 红尘人间 多流传神仙传说 虽飘渺难寻 但张时坚信 深山广泽 大和老林之间 定藏有胸怀 济世之方之先人 自己如若能寻得此等人物 习得解人悲伤之法 便可解救人间苦难 使人们再不会 像自己那般悲伤 张时欲寻先 三年孝满 慈想法愈加强烈 最终成为其毕生理想 他要访便明山 寻世外高人 习济世之法 成不老之身 谈何容易 到哪里去寻找 又如何去寻找 他决定从身边大山开始寻起 三山五岳 各有其长 天涯海角 仙人暗藏 如有成心 今时为开 张时开始了自己的寻找之旅 然深山太深 老林广袤 岂能轻易寻到 不觉两年过去 他一无所得 倒是练就了强壮的身体 两年之间 他帮过无数人 然人们每每听到他之心愿 便会说他痴心妄想 时事陷入痴妄而不自知 如不及早醒悟 怕是会就此封杀 张时不为所动 痴心不改 此日 他入大山深处 见浓雾飘起 并寻动休息 不料刚寻得一动 却见洞边 躺着一只断腿狐狸 狐狸腿断难以觅食 此时躺在洞边奄奄一息 张时叹了口气 坐在狐狸身边 狐狸似乎感觉到 自己大腺僵致 两眼泪汪汪看着他 哎 张时包袱中有风干之肉食 也有寻常制干粮 点火浆肉食煮化 慢慢喂食狐狸 狐狸吃罢 他又仔细观看狐狸断腿 找出两根木棍夹住绑好 抱着狐狸一起入洞休息 如若按照他的计划 休息可以 断不可过久停留 可此时身边有受伤狐狸 他不觉就在洞中耽搁过久 五日之后清晨 他醒来发现身边狐狸已经不见 而他用来夹狐狸断腿的棍子 却扔在一旁 他笑了笑 认为狐狸断腿已续 可以活动后便自行离开 他并不悲伤 狐狸本事也误 岂能一直陪伴在他之左右 然进得深山 搭救狐狸 却也让他倍感欣慰 不管怎么说 那是一条生命 如果不是他 狐狸可能已经死去 狐狸离开 他也该接着寻找 从洞中出来后 他接着向深山进发 行得半日 发现自己迷失在了深山之中 他处在一片广袤的深山森林之中 树大林密 阳光无法透入 地上枯叶腐烂 却散发出一股奇异之香 上面阳光普照 却尽数倍数关遮挡 导致下面潮湿 也无风雨也无情 方向不得辨 且无路可寻 再想寻得来路 又见灌木丛生 青草早将来路淹没 至前行不得 后退不能 心中惊慌的他 不由地胡乱窜行 越是如此 就越是无路 走来走去 发现只在一个地方打转 仔细做出记号 走出密林 已是五天以后 眼前豁然开朗 密林之后 便是一片布满鲜花之山谷 水从山上流下 又从山谷中被引入深渐 远处的山腰上 似有茅屋树间 飘着鸟鸟吹烟 这是做梦 还是仙境 自语一句 再无法支撑的他 就此晕厥过去 五日再密林寻路 致使他又累又乏 此时走出 心神放松之际晕倒 时事人体机能之自我保护 不知昏睡多久 他方才悠悠醒来 睁眼之际 见狐狸正用眼睛盯着自己 翻身而起 发现自己躺在青草之间 四周布满花香 见他醒来 狐狸嘴中呜呜有声 围着他不住转圈 显得极为兴奋 他伸手去抚摸狐狸 狐狸顺从将脑袋伸过来 任由他抚摸 他为何会跟你如此亲近 难道救他的是你 一边有声音突然传来 转头观看 张石目瞪口呆 说话者是个妙龄姑娘 姑娘身穿绿衣 刚才躺在青草之间 青草茂密 她刚才竟没发现 此姑娘名模好齿 四人间难见之仙子 姑娘 姑娘 姑娘可是仙人 听张石结结巴巴 说出此等话来 姑娘言嘴轻笑 世上哪有仙人 不过随爷爷隐居 在此罢了 你竟能走出密林来到此间 也算是缘分 看你昏死 便扎了你几下 说着话 姑娘走向他 伸手从他脑袋上 拔出两根银针 小心藏于身上 他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姑娘救了自己 可这深山密林之中 为何会有这帮姑娘 自己走出密林 又累又饿 如果不是这姑娘出手相救 怕就会一睡不起 张石谢过姑娘救命之恩 姑娘随意摆手 也不害羞 在她对面坐下打亮 她何曾被一个姑娘如此看过 不由得心生窘迫 只好手抚摸着狐狸 以解尴尬 小七顽烈 不喜生人 前些日子因为顽皮不见 回来后明显有伤 看她对你如此亲近 是你救了她吧 这狐狸竟有名字 换作小七 张石点头 她确实救过这只狐狸 见她点头 姑娘大为感激 如此 初三谢过公子了 这姑娘名字竟叫初三 有叫这等名字的吗 不过她也不好意思询问 姑娘在深山之中 久不见生人 倒是自己滔滔不绝 她这名字是爷爷所取 因为是初三出生 故有此名 说过自己 初三又问张石 为何会到此深山之中 张石正欲回答 突听山腰之上 传出一声长笑 声音悠扬 初三马上站起说道 爷爷唤我 公子可能走动 张石赶紧站起 随着姑娘攀山而行 狐狸在他们身边不住窜动 显得极为高兴 到了山腰茅屋前 张石呆呆看着眼前的一切 茅屋溅在一片平坦的横截面之上 院中栽在数棵梨树 正中间一棵梨树下摆了块青石 青石之上端坐着一位白须老者 此时正报夕长笑 山风吹动白须 长笑之声响彻山间 张石那头变败 张石见过老神仙 老者收起笑声 脸上全是笑一看他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老神仙 小哥又是何人 为何来此 张石苦寻几年 此时突见如此老者 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仙人 所以张嘴说道 我从人间来 到此寻先方 哈哈哈哈 老者大笑三声 你知生活 我知所在 皆是红尘人间 弹劾你从人间来 至于你所说先方 虚无缥缈 不过世人妄想罢了 张石哪里肯信 紧张激动之余大喊 张石受过人间至悲之痛 深感世事无常 人们却常常要承受悲痛 故才会立下志愿 此生欲寻求解救世人苦难之法 还望老神仙成全 他说的激动 一边的初三却听得皱眉 俏脸微红 柳眉微醋 听你说的乱七八糟 还寻求解救世人之法 你自己差点都死去 别说这世上 并没有万全解救之法 如果有 既是之法在人间 也只能在人间 初三所说 也有道理 张石心中感叹 初三和老者皆言出不俗 他们说不是先人 谁信 老者听他说 要解救世人苦难 倒是没有嘲笑奚落 而是仔细打量他 看得异常认真 先住下吧 听老者收留自己 张石大喜过望 连连道谢 老者留下了他 却并不提什么先方之事 倒是每日教他一些一方 此间无人打扰 也没有世俗之事 张石住得很是舒服 不知不觉 他在此间已有三年 三年时间 老者教了他很多东西 多是一些济世之方 三年时间 他和狐狸小七 以及初三已经非常熟悉 甚至是对初三情愫暗生 只是不敢表达出来 初三娇憨而貌美 让他思之自残行贿 断断不敢胡言乱语 这一日 院中梨花盛开 老者将他叫到了青石边上 初三也在 小七则在一边 追着蝴蝶玩耍 张石啊 你到此间 已有三年 可寻得先方 张石思索 然后摇头 此间三年 多是一些济世药方 无有寻得先方 老者碾须摇头 脸上笑一步剪 给他说了一段往事 十几年前 世上有一神医名唤摧一指 靠一根手指为人把脉枕疾 灵艳非常 崔一指是个尊称 崔一指玄乎济世 家中却突遭横祸 皆因他开错药方 致人死去 愤怒之余 大祸之间 致他儿子遭到报复 儿子而喜 双双而去 崔一指万念俱灰 却明白大祸因自己而起 心灰意冷的他 带着儿子而媳妇留下的女儿 躲进深山 再不问人间之事 小姑娘慢慢长大 崔一指也一直在复旧中 直到他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才从复旧中醒悟 此年轻人欲寻先方 并且坚信世上必有先方 此年轻人遭遇过家中变故 才会生出此等想法 年轻人的执着 使崔一指突然明白 世人千万 各有烦恼 世人所求 各有执着 得到的 失去的 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然时光无法倒流 得到的还会失去 失去的却再回不来 假如有人沉迷于失去 便会接着失去 直到身边的一切 故 崔一指决定要将身上之计 传于年轻人 并且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如此三年过去 他轻郎相受 年轻人进阶学成 张实呆呆看着老者 又转头看初三 没错 老朽便是崔一指 初三是我孙女 你在此间三年 是到了离开的时候 你到红尘人间 用学道知法救人 终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得到了济世之方 你得到了先方 你也求得了长生 张实听得如坠物中 崔一指为何要如此说 自己并没有得到先方 也断然不会长生 可是他如此说是什么意思 你会明白的 只是需要走出去 张实听不懂 但他摇头 张实不走 在此三年 快乐非常 愿此生便一直在此 崔一指脸色沉了下来 你如不走 初三怎么办 他长这么大 从不曾走出此山 他得去见识人间美好 也要去体会人间苦难 岂能一直在深山之中 陪着我这把老骨头 张实听得茫然 不解看着崔一指 我之所愿 是让你和初三成亲 然后离开 张实大为震惊 手足无措看着崔一指 初三却只看着满院梨花 淡淡说道 我走之后 爷爷怎么办 崔一指哈哈大笑 我有此屋 我有此树 我有青石 我有梨花 足矣 初三不再说话 张实任其百步 同日 张实和初三在青石前完婚 对着满树梨花 成就因缘 当天夜间 崔一指寒笑而终 夫妻二人将爷爷葬于青石之下 梨花之间 带着小七离开 张实一走三载 家中房屋依旧 他家中富裕 带已去三年 不见踪影 加上他痴迷寻仙 人们都认为 他死在了深山之中 突然出现 还带着貌美娇妻 人们不免震惊 初三自小在山中长大 没见过这么多人 更没见过世事繁华 也没见过世间诸多美食 张实携妻吃尽美食 逛过多处后 在家中立馆 正式成为一个郎中 这跟他之前的初衷相悖 他要寻得是先方 然他在山谷中 已然答应崔一指 而且他也好奇 想知道崔一指所说的自己 最终将会得到先方 将会得到了长生 究竟是什么 张实玄狐 不收钱财 他原本是个普通人 离开三年 突然变成了郎中 人们自然不信 也不敢用他 然穷苦之人颇多 他诊治 不收钱 慢慢开始有人尝试 百事百灵 张实之名 渐渐传远 家中每日求诊之人 络绎不绝 夫妻二人忙碌不停 人们都认为 张实之所以开始不收钱财 是为了打出名头 因为刚开始没有人找他 当他打出名头后 就该收钱了 也的确是 张实开始收钱 可是 他收钱看着人 如若是穷苦之人 他分文不娶 如若是富人前来 担得其诊费 他毫离不减 何为济世 他和初三正在全市 初三两载 初三显怀 又过几月 诞下一子 满月之时 托有一位穷苦姑娘 跌跌撞撞而来 哭求张实出诊 因为家中老妇病危 丢下满院道贺之人 张实随姑娘而去 到了姑娘家中 方知姑娘父亲是被人打伤 姑娘姓马 换作马宁儿 父亲当了一辈子货郎 家中穷苦 前些十日 去河边洗衣的马宁儿 被郑元外看上 恰好郑元外郑妻去世 欲要续贤 一眼看上了马宁儿 马宁儿正直妙龄 郑元外却已有六十 她如何能答应 父亲也不答应 如此 便惹恼了郑元外 派人三番五次来说 见好说无果 郑元外恼羞成怒 派人痛打了马夫后 扬长而去 平白说马夫欠着她五罐钱 如果不还 这要拿女儿去顶替 可怜马夫一介货郎 一辈子老实八角 如何是郑元外对手 自己被打 有伤在身 想想女儿又将被郑元外霸占 急火攻心 此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马宁儿没有办法 找别人来为父亲看又没钱 听闻张时不收穷人之前 这才会前去哭求 张时听罢 沉默无语 只是默默为马夫诊治 诊治完后 让马宁儿在家中等候 他则回去抓药 再返回时 除了药 还带来几罐钱 言说当郑元外来时 将这些钱交给他 他便无法再耍无赖 马宁儿和父亲感动莫名之时 郑元外带着人来了 看着将钱交给自己的张时 郑元外恼羞成怒 张时竟敢坏自己好事 以前自己和他爹还是朋友 现在他爹去世多年 此子竟跟自己作对 真是岂有此理 张时 你觉得自己有钱 你可知这马老汉 欠我的钱有多少 这几罐只是看他可怜才说的 他欠得要远远超过此数 张时叹了口气 正元外 马家父女穷困 相依为命 你虽富裕可也断然不会借钱给他 你借钱给过别人吗 再看看你 行将旧木 年迈体衰 本该保养身体 却想着霸占人家妙龄姑娘 你的心呢 张时的一番话使正元外恼怒 他气急败坏指着张时 你还是看好你家娇妻吧 你大概不知道 就算是他 也让我想了好久 正元外说完扬长而去 并且留下话来 张时救得了马宁儿一时 救不了他一事 张时安慰马宁儿 让他为父奸药 自己则回转家中 正元外让他恼怒 特别是他出言提到了初三 这更让他生气 正元外如此霸道 不让他受点教训 他断然不会放过马宁儿 甚至是自己也可能要倒霉 既然如此 不如让他受点苦头 所以 回到家中的张时找到小七 喋喋不休说了一阵 小七似乎能听懂 待张时说完便窜上房顶 眨眼间不见了踪影 半月之后 马老汉痊愈 但正元外却病了 正元外之病特别奇怪 每日里焦躁难安 茶饭不思 夜间也难以入眠 身上不疼不痒 让郎中无法诊治 正元外也自然无法再去骚扰马宁儿 眼见自己酒病难好 正元外万般无奈之下 只得派人去请张时 他不想求张时 可附近的郎中都已经来过 全都束手无策 张时到了正元外家 称自己可以使正元外好起来 诊废不是钱财 只有一条 再不要去打马宁儿的主意 身在痛苦之中的正元外 当然满口答应 张时抚摸正元外一阵 留下一包药后起身离去 正元外服下后果然吃得香睡得沉 张时认为 正元外受此教训便会收敛 可怜的马宁儿也断然不会再有此苦恼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仅仅半月之后 又有人跌跌撞撞进家 这次是马老汉 看到马老汉 张时的心变向下沉 马老汉满脸是泪 说正元外 马上便要迎娶马宁儿 为防止马宁儿寻短见 他派了几人在家中看守 老汉毫无办法 虽然知道张时只是一个郎中 可上次是他救了自己 也让正元外消停了一段时间 老汉只能再来找他 张时听得心中动怒 正元外明明答应过自己 再不会去打马宁儿的主意 为何说了不算 看来 就正元外这种人 不吃大亏就不会记住教训 故 张时安慰了马老汉 让他先回去 带马老汉走后 他则看向小七 小七出发而去 身后却传来一声叹息 初三忧虑看着他说道 这红尘人间 果然有诸多苦恼 想那正元外 已然年迈 却如此不休 三番五次欲要强强马宁儿 夫君便不能让他永远记住教训吗 张时点头 这一次 相信他会记住 正元外没能去迎娶马宁儿 因为他在家中再一次病倒 这次更加厉害 全身疼痛 疼得他满地打滚 嘴里高喊着 让家人快去请张时 张时又进正元外家 看着疼得满地打滚的正元外 张时摇头 表示自己无法诊治 正元外跪地磕头 求了半天 张时愿意试试 但正元外虚出百贯诊金 正元外勃然大怒 可实在是疼痛难忍 最终竟答应下来 张时为正元外研制七天 正元外每日疼痛稍减 第七天 张时悄悄拔出了 正元外后背上的根针 那是小七趁着正元外熟睡时 扎进去的 也是他两次莫名其妙得病的原因 如此 正元外再次痊愈 但这一次再生不起 乔马宁儿之心 因为他身上疼痛 虽然没有了 可他后怕 为何一说 取马宁儿便会如此 正元外彻底断了 抢马宁儿之心 张时却将正元外所出之前 给了马宁儿一些 剩下的分给别人 自己没要一闻 数月之后 张时和初三正在吃饭 突听外面传来脚步声 并且在家门前停下 他写初三外出观看 却见马宁儿和一小伙 端端正正跪在门前 马老汉则站于一边 看来 马宁儿嫁人了 这小伙看着憨厚 应该不错 见他出来 马老汉也欲下跪 却被他伸手拉住 马宁儿和小伙 对着他们夫妻磕头 马宁儿喊道 宁儿谢过张神医 放过张善人 你是宁儿心中之神仙 宁儿愿你永远长生 永远活下去 为官之人轰然叫好 张时为人 他们皆赞叹 同时也佩服 而且有初三这样的娇妻 不亚于神仙眷侣 马宁儿开了个头 受过张时之恩的人 接连上门 声称他们夫妻 是活在人世间的真神仙 是会永远活下去的真善人 张时此时 方才明白了 催一指所言 此时明白了 自己年少时 在追求什么 此时明白了 所谓的济世之方 是什么 此时明白了 所谓的神仙和长生 这世间 哪里有长生之法 哪里又有藏着的仙人 都是虚幻飘渺之士 然他从催一指处 习得一方 为人诊治 此就是济世之法 看穷苦之人可怜 自己分门不取 这样的钱 他觉得不能拿 这便是长生之道 而在那些人眼中 他便是神仙 自己年少时苦苦追寻 自己当年苦苦寻找 欲求得长生法门 欲得到心神之方 到头来 此法在自己身上灵验 更让他明白了 所谓长生 乃是一颗善心 至此 张时大悟 所谓长生之法 不在深山 不在老林 不在江河 不在大泽 就在红尘人间 东上坡流 西上传 桃源未必有真仙 千方过境何所得 寂寞空山闻杜鹃 为人和善 于心无愧 终其一生过的 便是仙神生活 善效为本 得行一生 不在先而胜四仙 多年寻找 一朝得悟 张时要寻找的 便是人间之良善生活 从此以后 他携七初三玄虎济世 旧人危难 年少时的执念终被放下 却得到了内心的宁静祥和 五十年后 夫妻二人双双无疾而终 共葬于满树梨花之下 张时没有寻到长生 因为他最终死去 张时得到了长生 因为他被人们口耳相传 就此活在人们心中 多年以后 山野间偶有两个志同交谈 听父亲说 张时为人和善 救人无数 是真神仙 我也听母亲说过 张时夫妻 乃是间神仙眷侣 死亡 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终结 遗忘才是 诸位 张时家境优越 却突遭巨大变故 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每日思索 觉得人间苦难太多 欲求先方解救世人苦难 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因为有可能就此沉迷其中 也可能就此疯掉 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想法 是一种不敢重新面对生活的念头 崔一指和初三解救了他 崔一指教会了他医术 更让他明白了 济世之方的真正道理 他从此开始帮助别人 遇到不平时还挺身而出 终究得到了众人之敬佩和尊重 他本性善良 且胸怀怜悯 虽然每日颓废 还是救了受伤的狐狸 他当时并不知道狐狸是初三的 更不知道后面能碰到初三 只是凭着一枪善念而救 当此善念动时 他便已经触摸到了他所寻找的济世之门 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罢了 少年终会长大 想法终会成熟 深受父母去世打击的张时 逃避世事几年 终究在山中得遇良人 从此彻底改变了一生 小时候经常会想 这世上究竟有没有神仙 如果有 他们在哪里 何以看见人间苦难而不管不顾 如果没有 为何人们都在传说 后来便明白了 那些有着大善之举 那些解救人们苦难之人 便是先人 故 神在天 先在山 就是知法在人间 您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